我要做事 我忘記了 會不會出到發夢呢 是呀 發夢 這書 我看不到 是呀 是呀 要30秒 有 剛好 情書這件事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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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是想拍影片派對 你為甚麼開派對 不是 他自己 我只敢分享 我只敢分享 他變成影片派對 你搞影片派對是有機會令你的朋友見多點 我只敢分享 但是要你自己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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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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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那邊都是重災區來的- 什麼? - 二樂英 - 我那邊? - 為什麼? - 這裡也有 - 我那邊算是不太多 - 算是 - 我在沙田中中了 - 你不用想 - 但我那邊不是... - 不是深紅 - 不是? - 原來有些的 - 我那邊幾粒而已 - 幾粒而已 - 幾粒而已 - 在那裡搞沒意思 - 真的沒意思 - 我看到了 - 住上水才沒事 - 很少 - 純粹都多 - 我們的小編 - 純粹都密不少 - 好 - 開球 - 會擋了 - 嗯 - 會擋了 - 好 - 好 - 不關自己 - 還沒有 - 還沒有 - 早安 - 大大 - 早安 - 今天華國行指升了上去 - 二萬六千 - 九百零六點 - 升近二百二十五點 - 又升上去了 - 又二百點 - 又升上去了 - 又升上去了 - 即是又來這個 - 我最喜歡二萬七的位置 - 又不是差很遠 - 但明明 - 今早有在說 - 中國對這個 - 達成貿易協議的態度 - 是悲觀 - 又說是 - 特朗普不肯取消這個關稅 - 雖然說另外一邊 - 他就豁免華為那個 - 禁令 - 是的 - 最終是90天 - 但是 - 明明說好像悲觀 - 談不完 - 還有什麼事 - 你的消息面上 - 就正如我們昨天所說的 - 一口砂糖一口 - 是的 - 預算是這樣的 - 接著今天這股升勢 - 幾項因素 - 我又覺得反而是一些 - 大家可能以往看升市 - 都會見到的一些影響因素 - 譬如今天的A股升得不錯 - 十幾點升上去 - 而且今早繼續有逆回購 - 放得挺誇張的 - 又多1200億 - 沒看錯 - 那個利率跟昨天減了5點子 - 是的 - 持平 - 按日 - 已經放了2000多億出來 - 一路這樣放的話 - 挺誇張的 - 我覺得A股這樣升上去 - 推了港股上去 - 另外一方面 - 其實今早那一刻 - 我們都預計 - 港股應該會跌回一點 - 是的 - 正如你所說 - 就是說那個 - 中國這邊是悲觀的 - 明明是悲觀的 - 說不適合談的 - 但問題是 - 在美股那一刻 - 大升上去 - 跌跌了 - 跌跌了 - 之後發生什麼事 - 特朗普就去找鮑威爾 - 再談 - 以往鮑威爾是什麼 - 是他替死鬼 - 是的 - 永遠都是 - 經濟不好 - 因為他加息 - 因為他不減息 - 跟他談一件事 - 就是談過很誇張的 - 談美國負利率 - 就算減了幾次息都好 - 美國的指標利率都說是1.75厘 - 如果你說減到負利率的話 - 減多幾次 - 一二三 - 七次 - 七次息 - 幾誇張 - 那一下就立時令到整個美股又破了新高 - 是 - 另外就是 - 人民幣就因為中國的comment跌了下去 - 又因為美國的美匯指數跌了 - 回頭所以又推回人民幣上去 - 如果你看昨晚的市況 - 可能你要跟到每個小時去看 - 你才會自責過程 - 但對於廣股影響來說 - 我相信人民幣強了就強了 - 另外A股也可以 - 錢又回來了 - 而且在衝突因素上 - 昨天油麻地還是打得很厲害 - 但我想問回家庭觀眾 - 可能我們會自己知道 - 如果我們去get - 譬如說 - 藍絲那邊的角度 - 其實他覺得一場運動差不多遠 - 你可以不認同 - 或者大家有各自各的顏色的取向 - 但是他們這樣想 - 我覺得會有些錢湧進來 - 因為你見本地地產股 - 都叫做靠穩 - 那個詳細的投資方向 - 究竟你投不投資股份 - 我昨天說了 - 你可以回到之前的LINE - 看 - 是有些這樣的因素在 - 但政治那邊我很難說明 - 因為我不是那些學者 - 但其餘的因素 - 我覺得恆生指數 - 升多兩百多點 - 又不是那麼出奇 - 但上到兩萬七 - 我相信會有些了 - 因為沒有理由 - 由低位反彈了 - 叫做五百點左右 - 會有些人先吃虎 - 但個別股份 - 其實都叫做幾多消息 - 市就沒有成交看下去那麼悶 - 因為成交就很韌 - 大家留意 - 其實你說升了上去 - 但沒有的 - 即是騰訊又升了上去 - 現在這兩天都升了不少 - 現在是三百三十四個六 - 升四個六 - 又又彈了 - 很簡單 - 又回到三百五個 - 那就是三百三十元以下買 - 但我講業績的因素彈到三百五 - 那我錯了 - 那你那一刻只虧了 - 那你便找位置買回來 - 但三百五十元就慢一點才能上去 - 因為我經常講的是 - 今天阿里巴巴是節孖展 - 是 - 明天就節完票了 - 看哪節 - 國際配售做得不錯 - 你抽了沒有 - 我沒有抽 - 我的建議都是叫大家可以直接買的 - 或者如果你抽的話 - 現金抽 - 比如你想買兩座 - 你就只要抽兩座 - 他都起碼派了一座給你 - 每人一座應該就 - 坐底不太難 - 因為他國際配售幾倍 - 但因為他 - 你不要看他只有幾倍 - 因為他集資金 - 成千億以上 - 那幾倍很瘋 - 所以這些因素 - 可能會牽動著 - 騰訊股價一陣子 - 所以你追還追 - 但我不預料他這麼快 - 突然飆了上去350元 - 因為要市好匯合 - 即是說突然間兩萬八千點 - 他才會到達那些價 - 好 - 那我們進入今天 - 其中一個正題 - 其中一個正題 - 開頭那些都是正題 - 是 - 你想說我 - 就是講了1093元 - 不用這麼快的情書 - 接著呢 - 是的 - 那就是石藥 - 今天有誰上去 - 因為其實昨天也出了業績 - 它頭三季的順利是有28.1億 - 人民幣升了24% - 當然 - 那份業績 - 應該也不錯 - 是的 - 如果你算收入上面 - 原來講就升這個 - 不好意思 - 以為包出來 - 先把石藥拿出來 - 鬼記得那些號碼 - 是的 - 升三成多 - 其實那個毛利率 - 升得比收入多 - 所以毛利率飆上去 - 是的 - 這些數字都漂亮 - 再去看回 - 其實我們由頭至尾 - 藥業股最怕是大量採購 - 就是價低借得的一個措施 - 會令到藥業股的毛利率會下跌 - 因為它下了那個價 - 但就發覺石藥的毛利是上的 - 很神奇的 - 似乎創新藥 - 蓋過了大量採購的問題 - 另外 - 你會看到bottom line - 最後扣了成本之後 - 順利只有20%增長 - 照道理分析員是不喜歡的 - 但又這樣說 - 原來它有很多支出都會放在研發成本裏面 - 如果你是長線投資者 - 對著科技股、藥業股 - 其實你寧願它放多一些R&D - 是的 - 它可以多一些新藥走出來 - 我覺得整件事是挺健康 - 如果你看它的業績 - 很誇張 - 它有12個Bullet Point - 去說它未來的新藥如何發展 - 發生甚麼事 - 我想給大家 - 其實以藥業股來說 - 它都挺龍頭 - 我覺得業績其實是實正的 - 所以我不是太明明 - 為甚麼昨天業績之後要跌的 - 跌了少許 - 跌了少許 - 跌了少許 - 其實新建議 - 我記得我在這裡講過很多次 - 20元 - 20元食 - 是的 - 但看完份業績 - 看完份業績 - 真厲害 - 退一格 - 這股看25元 - 如果這樣賣了 - 25元 - 如果你是鍾情石藥 - 你可以想一想 - 但坦白說 - 這25元的估值是貴的 - 現在30倍以上 - 它會有機會收復上去 - 以往石藥最厲害的年代 - 即是那時40-50倍PE - 我覺得它會退一格 - 所以你們看看25元 - 作為一個初步目標 - 暫時這份業績 - 我看到幾實正 - 和裡面的數字 - 在這樣的國策下 - 有一個毛利率的上升 - 還要有一大堆的創新藥 - 所以暫時希望沒有什麼孤空報告 - 因為毛利太漂亮 - 因為毛利太漂亮 - 有時有些人會說 - 太好實實 - 即是那些人會成功 - 即是那些人會成功 - 希望沒有這些報告走出來 - 暫時來說 - 我覺得那個勢是真的挺漂亮 - 現在都標了上去 - 又是一個半 - 不過距離你說的 - 是的 - 破頂的 - 是的 - 看看大家怎樣去想 - 因為這陣子 - 也是屬於很安全股份的類別 - 沒有香港因素 - 沒有貿易戰 - 是的 - 所以就是 - 只是大量採購的政策 - 除非它突然間告訴我 - 它有五六隻主要的藥物 - 佔它收入40% - 突然間中了大量採購 - 否則暫時那個勢應該還是挺漂亮 - 是的 - 另外還有一隻的勢很厲害 - 是 - 就是那隻2018歲升 - 是的 - 今天又升了3.4% - 是的 - 做了55.1% - 是的 - 其實都很簡單 - 就是說Apple這個iPhone11 - 在內地的初段銷售佈折 - 是的 - 是的 - 賣了一千萬部iPhone - 一千萬部iPhone - 是的 - 所以很簡單 iPhone好 - 瑞星好 - 沒錯 - 為什麼要給一封情書 - 很漂亮 - 很old school - 這是我們的希少林 - 是的 - 很old school - 為什麼要給我思考 - 你想過 -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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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這樣講 - 我好像沒講過 - 算了繼續吧 - 為什麼要給一封情書 - 是的 - 我記得我在這裡講過 - 是的 - 瑞星出了業績之後 - 我不是叫大家買的 - 你有說過如果它的業績 - 即是OK - 不是太差 - 或者什麼 - 它就應該會掃的 - 會掃的 - 我記得是掃的 - 是的 - 那就出了業績之後 - 那時就拍一聲 - 一個千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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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後就走回去 - 先前幾天 - 在內地 - 有一股炒耳機熱的熱潮 - 原因就是Apple - 出了一部Airport Pro版 - 我想大家都很貴的一部 - 出了什麼呢 - 為什麼會炒起這個熱潮 - 一來有炒價 - 二來有炒價 - 三來有很多變種的兄弟 - Airport -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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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 - 全部都走出來 - 有一股耳機熱的 - 瑞昇 - 未其明知道它做喇叭 - 其實它也有做一些蘋果周邊的產品 - 有些人覺得它接下來的收入會很厲害 - 但事實上是不會的 - 因為瑞昇其實最主要是做iPhone的Speaker Box - 是它最主要的範疇 - 其實周邊的那些譬如說 - 包括它也有做Apple Watch的 - 喇叭 - 也有做Airport裡面的晶片 - 包裝 - 它不是完全出耳機的 - 會有些幫助 - 但概念就連日炒回了 - 因為香港要找耳機股 - 大家想起都會想起它 - 是 - 今天當然是大大所說的 - 千萬手機 - 也有千萬手機 - 因為iPhone 11在內地市場銷售 - 是好過之前的機型預期 - 是的 - 是欠了一千萬部 - 你剛才說一千萬部 - Percentage-wise來說是多少 - 就是6% - 是的 - 但這個只不過是9月至10月 - 沒錯 - 你不要小看這6% - 我們說的是一千萬部 - 那個數量上面是很大的機數 - 是的 - 所以就跑贏了其他的品牌 - 也搶了一些市佔率 - 接下來就看看銷售熱潮是多厲害 - 是 - 其實我在這裡也說過很多次 - 你本身說 - iPhone在中國賣得很好 - 是的 - 但你本身就是說 - 它可以升級到六十多元 - 是的 - 從頭至尾 - 都在說六十五元 - 是的 - 初步看這段就看六十 - 是的 - 我是六十五元的 - 所以 - 給封程書它 - 現在買了嗎 - 要再重點重點 - 現在是不是要負責 - 現在是不是要負責 - 我在業績之前 - 我叫大家掃的 - 是這些字的 - 是的 - 接著是看六十五元的 - 是的 - 希望就應該不是很難達到 - 我不期望它三日四日這樣上 - 這樣就好像過了 - 這樣就瘋了一點 - 是的 - 如果譬如說 - 由五十五元到五十五元 - 都在一兩天 - 明天應該會更快 - 是的 - 一個正常的走勢 - 是的 - 之後再上 - 我覺得你可以想一想 - 看位買 - 是的 - 我沒有辦法可以回答你 - 現在是五十五元 - 還是五十五元 - 還是五十五元 - 還是五十五元 - 你自己去看 - 是的 - 其實都是差一點 - 是的 - 是的 - 是的 - 那就真的瘋了 - 一四七八就升了7% - 是的 - 那個故事就有一點點不同 - 有行繼續寫著 - 就是5G的換機潮 - 因為優太真的沒有給鏡頭 - 他做模組多 - 他沒有給產品給Apple - 所以就有另外一個故事 - 連帶通常不是很關事都會炒起他 - 是的 - 優太反而你有十幾二十個percent - 你就要食股 - 因為他是 - 我經常都說是 - 信羽或者是瑞星的窩倫 - 動起來20個percent - 跌到30個percent - 再升五成 - 這樣大上落 - 所以你小心點去炒 - 另外我們跟進一下另外一些 - 是的 - 水泥股 - 是的 - 水泥股 - 是的 - 今早的消息 - 開始多部將去報導 - 水泥股有幾個number - 等一下我們慢慢去分析 - 怎樣去看這些number - 先看一隻 - 水泥股發生什麼事 - 最主要是內地的霧霾又早來了 - 香港就吹淚煙 - 在內地來說 - 霧霾比想像中早來了 - 尤其是在北方 - 很多省份提早了 - 在這兩個星期已經有環保污染預警 - 這是什麼預警 - 跟我們的空氣污染指數 - 與二鞠為工 - 不過我們的空氣污染指數 - 沒有法律或是有措施衍生出來做的東西 什麼為之措施衍生出來做的事就是當那個污染的浮動物粒子去到某個情況 就會出一個環保警告 工廠要停工廠 水泥廠要停工廠 很多北方的 其實這秒鐘都未去到冰天雪地其實是還在興建東西 我們說水泥淡貴在北方是12月或1月左右才是興建不了東西的階段 所以就會有一個短期的短缺狀態 很多水泥廠已經在加價 我覺得你可以乘勢這陣再炒水泥股 如果你是怎樣去選水泥股 海內水泥是龍頭中的龍頭 最大隻是它的Size是630多億市值的股份 通常都會慢一點 如果你是穩陣的投資者 有駁他有4厘顏色 就可以買 駁他52元 一成多的目標價 如果你想買長一點 我不是想短暫駁 我想駁冬冬天 你就可以看1313 華潤水泥 它是南部多一點 冬天反而是它的黃季 因為南部多一點是它主要營業的位置 所以華潤水泥 它近幾百升得很厲害 你看看它能不能落到8.8左右 你可以捕回到9.5-10元 其實不差得遠 99元 差一點點 但你有1.5元 我們這些是貪過1.5元 我當然不是 然後有1隻743 是亞洲水泥 這隻是以往的水泥股 它是神經病的幅度 我幾乎是回答你 近幾段時間很有趣 它出完業績之後 很悶 橫行 我建議如果你是水泥加價的消息來說 你就報回那兩隻比較好 或者人們有時都會炒最落後的3323 3323就真的是上落格局 這些就大家自己報 如果水泥股炒到中國建材就沖上最後 先看914和華潤水泥 水泥 很簡單 水泥價格加價 毛利率上 煤炭又跌 成本又跌 因為它用煤炭所以才污染 所以是不斷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想 可以呀 現在很多就可以想 是的 我給了很多號碼 你的題目寫愛的情書 很明顯2018是有信心一點的 2018還是1093 是2018 你愛他多一點 2018也便宜一點 是這麼說的 說真的 不同範疇 但是1093有些人 以往是炒開若葉股 其實可以提一提大家 去到這位原來還可以去 我發覺這份業績就比想像中好 算了你也是愛水星多些 是的 以往昨日那些就繼續 我會擺 我會擺一堆號碼 讓大家自己去選 有時候 但你喜歡哪一隻 是的 或者你 我都會建議大家 想不想簡單一點 就這樣拿這三隻 我不會這樣做 我留待你自己 去想一想 摸摸 因為就這樣給你一個號碼 餵奶 我餵不到那麼多給你 只不過就是有一大堆的板塊 在近幾段時間 這些板塊幾hit 你也可以報到 一兩個星期 那一陣勢 這樣去炒絕 這個角度 我們另外 又跟上一隻 這隻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隔壁的朋友 那些人會很熟 因為他在香港有開 1458 周黑鴨 大家就會熟絕味 絕味大家都一定有吃過 香港很多地方都有 是的 絕味和周黑鴨的老味口味 其實不是很適合香港人 我有時候覺得 因為它是偏辣 好吃的就是麻辣 而且是重口味的 又不是 因為廣東的老水 和北方的老水 廣東的老水很少辣 我們吃老水雞翼 就會偏是 花椒八角 對 偏是瑞士雞翼那種 其實是甜的 周黑鴨和絕味 絕味就再辣 麻辣 那種麻辣 但其實它叫老味 其實它自己定位做老味 但是辣 其實是麻辣 周黑鴨今天升了兩成多 很會誇張 發生什麼事 它寫著它昨天 推出了一個大型發佈會 宣佈啟動特許經營 將商業模式升級 為直營和特許經營 廣西銘 銘和食品 成為周黑鴨的首批特許經營商 知不知道什麼叫特許經營 Franchise Franchise 即是怎樣 其實你可以滿足它的條件 然後你就可以用它的名字來開店 沒錯 這個特許經營 就是有一點點像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去壹田 展示稿 就會有一些 booth 就是 阿姐姐問你 試不試吃 那些 它就會 一個漂亮一點的 特別是壹田 有幾隻雪糕 有幾隻 長期在那 那些 那種 就不是一個 真的 舖頭 因為特許經營 有時候 例如 麥當勞 或者Pizza Hut 都是特許經營商 就看看 你碰不碰你碰的都是 但它這隻 不是整間店 以往周黑鴨 股價 跌過很厲害 因為它真的被 股東機構搞過 我也沒有 去 叫做 拿走過我對它的戒心 因為 那些 叫做 毛利率 離奇地靚 很厲害 那些音 離奇地勁 還有周黑鴨 過往 我真的很不喜歡 發展小龍蝦事業 小龍蝦香港人 很害怕 小龍蝦其實很害怕 但內地 很喜歡吃 這是 中間矛盾 有時候 我都試過和內地人 去激辯 小龍蝦 究竟是 它吃的食物 是那些糞 然後它又說 不是的 現在有一種乾淨的 治療法 那些是浮有生物 它咬得很厲害 小龍蝦那段的故事就過了 因為其實 周黑鴨 我在內地買過一次 一包 80元 小龍蝦 我覺得很貴 反而我沒有吃過周黑鴨 它很大包 但我覺得 幾餐飯 為了內地的生活指數 真是貴 毛利率很高 然後又發展過小龍蝦 當然 公共機構會質疑 你有什麼理由給隔壁 絕味是在A股有上市 好像差這麼一節 對 它自己 因為它所有的店舖 都是直營店 我們終於入正題了 直營店 就是自己管 自己攪 所有東西自己控制 Claim to be 當然是它的質素 質素 但是 好了 到最後 這股味 其實都會 會悶的 是 開始 就會散 原因就是很簡單 大埔樹記 現在開始會 有一盒盒的 麵筋賣 在外面賣 就是這樣解釋 你說是否值得升二兩成多 我會有些懷疑 但是 起碼它會擴散 那個規模 拉尿牛丸 就不是那間店舖 弄罐頭 出來那個效果 看看它 未來的收入 增長有沒有爆發性 否則今天升這陣 我覺得大家小心點 上到某些位 真的會 升幅 其實大家都未必有炒 這隻 當我估空報告說的話 大家對毛利率 好像 這個數位 是不是這樣 還有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說直營 所以品質一定控制得好 但是 特許經營呢 接下來他都覺得 特許經營會多過直營的店舖 通常都是這樣 Fanchise 多 品質又開始 有些可能會有問題 是的 或者 都保持到 其實有時候 但是沒有了那種特別性 周圍都有 現在 可能隨便走進一間 超市那樣東西時 就會有那些 包裝 我住沙田 我不會特意去大埔買樹機 因為他外面都有 因為沙田也有 當然 跟那裏 他是要那個獨特性 還是要那個生意規模擴大 現在就看看周圍鴨怎麼搞 純粹都是跟大家去講講 因為這些 我想大家一來都少看 還有你不要 你不要看他那個 比較危險 他那個 升級商業營運模式 就是特許經營 不要看得他那麼 轉一轉 那個 term 說得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 另外 最新 看到一隻 今天又爆升了上來 對呀 說得就是1888 健濤積層版 好像有說過 是的 建濤積層版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你想看所有那些電子 手機 或者是環球的 關於IC電腦版 以及晶片 你看這隻 是最指標 跟他老闆吃過很多次飯 如果手機熱潮不行的時候 然後呢 他的股份跌到 但現在就是那個 開始一回來 他是一個指標的指標 為什麼我們會夠膽寫 2018有份愛的情書給他 其實某個程度上 這隻是一個很基本的 就是 整部電話 那塊PCB 同面版 同面版 那一部 就是 他最主要的 他亦都有幫忙做iPhone 其實 但是他是供應 他就是ASM 是 這部份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所以都是預測 9至10月 他的出貨量 是會 增加 至超過 千萬塊 那個 同面版 沒錯 所以 也是以惑 所以現在 都升了8% 所以 水位不多 因為他升很多 8.9 我這陣子看著他的照片 為什麼我會看著這隻 因為 我不在深圳 我也不會在信譽和瑞昇的廠 當然有些人會讓我快點知道 他們會先進入這隻 但是 10元是個頂 自己想 這隻一上 其實後面 為什麼瑞昇我的信心 動了 全部一起動 因為這是產業鏈 一起去 所以 率先就升了2382 然後後面那段都跟上來 是 這隻 10元 還有一點 還有1元賺一下 你試一下 如果這隻不如去回你的 我看下你的賺碼 你不想 2018 你不想丟一萬元 你買兩手才有得走賺 我想 幾千元 玩一下 也可以 看你自己的賺碼 想怎樣擺 大家自己留意 另外 看看 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 我們今天有很多人 Villiam Monster Wong 他也有來 他就說 石藥 很高位 是不是真的 可以再繼續升 我覺得是有浸震的 這個純粹是基本因素 你看那個 圖 應該很盡 但是 這個純粹是 判數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可以跳一級去看 我看到25元 但是 不是這兩天 這樣 這樣會 如果只要幾元 這樣上去 不是幾天 每天六七個百分 每天六七個百分 他試過的 前面那段 但是 這些 可以 想一想 再想一想,剛才也有詳細講過可以再提到 另外他也有說,大陸股很流行做好盤數,但很多假的 做好盤數是必然的 其實水份對於我們來說,分析員來說我們都不是新聞 只不過他不會有假,水份和假是兩個東西 有些東西修飾過,如何調動過 accounting是整半學問,只是這個意思 假數是有的,但我們會提醒大家 另外有人問,Milson Church問,太輕了,6811能否入行呢 6811 現在是一個6號7,升了300%上來 那麼多呢 他又被人在裝修 是在裝修,裝修了不多 不多的,他沒有優募360 360也跪下了,360今天又發了聲明,要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嗎?但我想說,360今天連在一些超偏遠的地方的店鋪都不知為何裝修了 是呀 是呀 但是就是他的事 你買得6811 或者是,沙沙就沒有被人裝修 太輕的問題是,我怕他繼續被人裝修 這件事比較煩 他暫時沒有被人裝修 是呀,我看到一兩間而已 是呀,但其實你本身 林武仙沒有計算他裝不裝修 假設當是武仙 當武仙就能賣 不用想了 很便宜 因為呢,記緊的一件事,你不要將他和翠華餅,我經常說這件事 那他,同年和茶目,或是一大堆的,其實他都挺多品牌的 那個質素亦都高一點 雖然又被人談過,那個質素,開多了店鋪一定是這樣 等於剛才說Franchise 現在你可以吸一點的,但是呢 究竟他會不會裝修,或一個政治事件,衝突會不會再升級,搞到那些店鋪呢 因為你預料了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就只有一個在低位上 已經很低了 和招股價都差幾元,三元的招股價 幾乎跌了五成的話,我覺得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要放一段日子 放一段日子,大家再想一想 你要很有閒錢你才買 另外呢,真的有人把握 Alan John,其實就是剛剛你又說 Sasa,怎樣呢 Sasa就會在21號出業職 那份業職是怎樣 不用分析,大家知道什麼事 真的有多少 有一個很匯發其上 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差 在他出業職後,那下雨再跌一下 就直數 買回傳托 其實他已經到海嘯的估值 因為他現在都是一個爆發 雖然你可以question,現在的經濟可能差過海嘯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去數一下,博一下回到兩元 不要寄望這些本地股 沒有啊,起碼都要一個運動員的錢 對啦,撈個低位,試試 我覺得其實你 manage到 例如我當你過七買了 那你過半一定走了 你自己會走的了 所以我覺得容易去部署 好,然後還有沒有呢 沒有啦 還有馬媽 是早晨的 Shirley也是早晨的 好 看看 沒有啦,應該就回答了 是的 然後接下來的焦點 我們會看著就是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四美團會出業職 是的 我忘記了是下午還是收市後 他今天跌了 是的 美團的業績 如果 我也是那句的 提多一次就是 如果它下去94元以下 你可以數回一點 是的 如果你說是100元公營的 業績不要跌 我會害怕 那個部署就是這六元 是的,現在都是96.35元 跌了過三多 是的 其餘的股份都是 因為 中生製藥 記住 其實是跟了石藥上來的 不要覺得它的業績 一樣那麼靈 純粹是附近那些都在一起 是的 它是26號出業績的 你可以跟一圈 因為石藥出來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隔壁的那隻 又便宜一點 那些人就會買的 你又覺得好像兩間公司同一樣 是同一類別 但是 這些股份 小心一點 就不一定是 這樣吸過去的 另外就繼續可以留意一下內房股和物股股 因為人民幣升上去 是的 那些都在升上去 你喜歡買碧果園就碧果園 華洋置地 你興建 好吧 另外那些大隻的那些 都已經升到差不多度假了 是的 有很多都度假的 所以就小心一點 是的 大家繼續留意這個板塊 好 或者今天其實都給了很多不同的 很多號碼 是的 這幾天都給了很多號碼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自己喜歡選哪隻 如何部署 我們今天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到星期四 不是明天 明天也有 明天下午 下午 大家記得了 我們明天下午再見 再見 拜拜 拜拜